一開始在訓練的時候是以打動速的方式並搭配槍法的動作名稱做訓練 然後再來訓練為了讓槍法更整齊所以我們會搭配節拍器的方式 讓各位每個操槍的弟兄心中都有節拍器的動速在 所以導致我們在最後的訓練上可以呈現最整齊又動作一致的畫面 我們從一開始的個人的動作的調整然後配拍子的相互的協調 然後只不過身後這些弟兄其實都非常的努力在做這類的嘗試 據我所知在有類似的表演的話可能在二三十年前了 但是離了來到滿鍋的封箱的話 就鐵著可以在兩年前ải直轉小腰的東西 要配合時就像老 contributed 正味深頻的雞融 breaks 今天還是一來武功, 博爽, 底蝶, 到一個足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